男星张兆志与徐允乐宣布离婚 两人交往至今已有十年,并在2017年共结联礼 其料双方对于生育规划产生分歧,因此走上分开意图 徐允乐坦言,自己的人生蓝图一直希望能有孩子 在一起十年以来,他也曾期待张兆志突然想要孩子 或是自己放弃这个念头 不过如今十年过去,两人终究没有为自己以外的人改变 即便如此,他仍感谢彼此没有为了爱妥协 试想五年后,要是妥协的是我,我铁定会因此而产生埋怨 要是妥协的是先生,也会产生怨对而逃走吧 他认为,能坦诚说出真心话,给对方做选择的自由这才是爱 对此,张兆志也坦诚自己相当努力想跟上徐允乐的想法 无奈始终找不到成为人妇的动力 不过他仍为徐允乐终于确认想拥有孩子感到高兴 也感谢对方十年来的陪伴,感性告白 直到我们牵着手交出申请表格当下 我们对彼此仍然充满了信任 感恩与恋爱,不争,不吵,没有各执一词 只有我眼中一个深爱着十年的你 最后一刻的张太太 谢谢你让我当你十年的张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